三星和台积电的敖战愈演愈烈 台积电TSMC是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 该公司生产了苹果、华为、高通和其他公司设计的先进芯片 那么,您能说出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吗? 如果您说英特尔,回答是不正确 因为该公司只为自己生产芯片 实际上答案是三星 换句话说,目前无纳米是最先进的工艺节点 而三星也开始建设新工厂 这将有助于其推出更多5纳米芯片 媒体报道,韩国企业规模最大的三星电子公司表示 已在首尔南方的评则 Piatek动工兴建的5纳米晶圆厂 是该公司国内的第六条晶圆代工产线 专为客户制个性化订单业务而建 挑战台积电主宰的领域 报道进一步指出 该工厂将使用集子外光刻技术EUV生产晶圆 这项技术在晶圆上创建了显示晶体管位置的图案 利用集系的紫外线 EUV可以在晶圆上标记更多的晶体管空间 新工厂将大大提高三米的EUV生产能力 该工厂的5纳米EUV芯片将用于5G网络和高性能计算机中 一旦该公司开始批量生产下一个更低价位的芯片 该工厂还将用于制造3纳米芯片 新工艺节点制造的芯片的晶体管 密度将达到惊人的每平方毫米三亿个 三星电子总裁兼晶圆代工业务负责人ES业博士说 这个新的生产设施将扩大三星在5纳米以下制成的制造能力 并使我们能够迅速应对基于EUV的解决方案不断增长的需求 我们仍然致力于通过积极的投资和人才招聘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将使我们能够继续开拓新的领域 同时推动三星代工业务的强劲增长 借助新设施 三星将在美国和韩国拥有7条代工生产线 台积电已经在美国建造一座耗资120亿美元的晶圆厂 该晶圆厂要到2024年才能投入运营 该工厂将在该行业可能发展到3纳米的时候 最后生产5纳米芯片 换而言之 台积电宣布的消息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改变 因为美国在2024年之前仍需要在海外获得3纳米芯片 此外 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每月只能生产2万个晶圆 与台积电在2019年生产的1200万片晶圆相比 这真是杯水车芯 但是与三星在汉城的新工厂不同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实际上是为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 台积电表示 已经开始在2纳米芯片上进行研发 我们可以看到 到2025年 该工艺节点将进入批量生产 晶体管密度将达到每平方毫米5.2亿至5.4亿个晶体管 三星的3纳米制程工艺将采用GAA架构 而这一架构也是目前分配技术的延伸 可以使芯片制造商发展到微芯片的工艺范围 不过 在3纳米量产之前 三星还是需要依靠5纳米工艺 预计在今年上半年便能够实现大规模的量产 但值得一提的是 三星在5纳米市场中的表现并不好 有韩国媒体爆料 三星之所以无法得到骁龙865芯片的代工订单 正是由于高通担心自己的技术被三星窃取 趁机优化三星Xeno芯片 因此才选择交由台积电代工 三星是唯一一家IDM厂商 除了代工之外 自己还生产精元 芯片以及消费电子 虽然与苹果 高通等可以有合作机会 但同时也存在竞争关系 如果三星能够公平地对待同行 在合作时以正确的合作者的方式 而在竞争时以光明正大的方式竞争 想必现在的境遇会好许多 但回顾三星发展的历程 不公平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 以当年如日中天的HTC为例 2010年 HTC推出了一款HTC Design 2手机 由于产品设计出色 销量也不俗 但这款手机采用的是三星AMOLED屏幕 彼时三星甚至还未登顶 全球手机销量第一的宝座 虽然HTC的手机销量不错 但消费者很快就发现 自己已经购买不到相关产品 具体原因是三星以某些理由 减少了对HTCAMOLED屏幕的供应 而这个事件的经过 也被HTC高管亲口承认 除HTC以外 苹果也在三星那里吃过很大的亏 在苹果A10芯片时代 那时苹果将A10处理器交由台积电 和三星两家代工厂进行制作 但结果发现 同样的A10芯片 三星代工的功耗更大 电池续航时间短 关键是消费者在购买时 无法分辨处理器是由哪一家工厂代工的 为此 苹果还专门出来澄清 表示两个处理器实际上并没有区别 但后续的发展却表明 苹果再也没有找三星下过处理器的代工订单 此外 华为 高通等 都在三星的代工或者供应链中吃过亏 对比之下 台积电方面却表现得较为谨慎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相较于三星 台积电只不过是暂时占优 但台积电与三星的竞争还远未结束 台积电还没有赢 台积电已经在规划三纳米制成的量产 有媒体报道 台积电位于台湾南科的三纳米厂环平已于去年顺利通过 而在新竹建立的三纳米研发厂房环平 也已通过出审 与三星相同的是 台积电在三纳米同样采用GAA架构来制造芯片 从时间上来看 三星此次仍然有可能快台积电一步 率先完善其三纳米工艺制成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在三星推出10纳米工艺时 三星方面给苹果开出了20%的优惠条件 但依然没有获得苹果的青烂 如今 三星对三纳米制成寄予厚望 便是期待该技术能够获得各大厂商的青烂 但三星IDM的模式在代工领域中天然会受到其他人的质疑 有位代工产业链的资深人士便表示 在代工领域 IDM模式基本是无法生存的 从半导体到芯片 技术一直都是最关键的要素 三星作为一家掌握代工技术的企业 一直和台积电存在竞争关系 近日 据媒体报道 三星的4纳米的代工芯片合格率仅为35% 此事件意味着三星的半导体发展脚步放慢了 三星是韩国最大的跨国企业 横跨众多领域 其中就包括芯片的设计与生产 三星有自己的生产系统 从2005年开始就提供芯片代工服务 除了为三星电子代工 也为苹果 高通等代工手机处理器 同时它是世界第二大晶圆代工厂 仅次于台积电 为了和台积电竞争 三星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 不断扩大晶圆产能 但是仍然没有超过台积电 量品率是一个很好理解的参数 就是能用的芯片粘声产出的芯片总数的比率 一种较成熟的工艺一般会有超过90%的量品率 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 三星4纳米的合格率比5纳米还要低 EUV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三星已经发展了两代EUV工艺 量品率还是这么惨 而英特尔甚至连量产都没有做到 这简直就是将市场拱手让给台积电 台积电的制造工艺达到了全球领先 而且产能十分庞大 是占率超过50% 也已得到了苹果 华为海思 高通 联发科 英伟达 AMD等芯片大厂客户们的信任和支持 由于三星工艺良率和产能低下 影响到了高通销龙8GN1旗舰处理器的出货量 高通对于三星非常不满 所以将下一代旗舰处理器将会交由台积电代工 三星代工之路越走越偏芯片战争 风烟四起 三星与台积电向来就是竞争对手的关系 作为两大代工晶圆代工巨头 然而三星的代工收入仅为台积电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三星招数用件还是不能敢超台积电 是否本身太过急于求成 此前三星因为苹果A9处理器功耗问题后 已经连续几年没有获得苹果A系列处理器的代工订单了 随着麒麟980和苹果A12芯片的推出 7纳米工艺低功耗高性能的优点被外界渐渐了解 作为7纳米工艺领域规模最大的和技术最成熟的台积电来说 拿下苹果的订单不是难事 失去苹果后的三星 市场份额不断被台积电吞噬 但也有台积电部分厂商不满台积电优待苹果 将订单转移到三星代工 前段时间高通将自己的首款4纳米旗舰芯片交由三星独家完成 本以为三星新的转机出现了 但结果却意料之外 没想到量品率只有35% 三星事后极力想要挽回高通的信任 并称已经提升了4纳米的代工产能 但是高通对此感到害怕 三星的产能低下 意味着平均每100颗芯片当中 有65颗都是报废品 如今高通又把订单投入了台积电 虽然三星一直都想超越台积电 但是三星不断犯错 导致代工性能不断下降 在追赶台积电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做到认真和仔细 否则会失去更多市场